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基斯斯 大家看到我今天又没有说我的slogan 就知道我要开始兑现了 是吧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我发了一期视频 标记叫 演奏家最无用的头衔 破者号 博士 表达了一下我对目前社会上演奏博士泛滥 国内音乐圈将博士文凭奉为归业 无论交情 迈克 甚至连ID 都要句句不离博士的这些现象的不解和担忧 引起了不小的反应 尤其是好像还捅到了美国DMA演奏博士 他们纷纷跑到我的视频下面来一通大骂 然后统一把我拉黑 这也是我意料之外的 因为我的原视频里面只是批判了这个现象 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个人 每一个留言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没有删除任何一条评论和弹幕 也没有拉黑任何一个人 谁想说什么都可以说 这也是我一贯的原则 我的视频呢只是分享 不是交手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 还让我少说一点 要我闭嘴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 还有的人呢 洋洋沙沙写了个小作文 一群人把我骂了个遍 转手把我拉黑 就生怕我去评论 这呢就有一点点小心眼了 放心 我不会去任何别人的帖子下面追打 但在我自己的视频下面 我想我还是有发言的权利吧 再然后呢 致命阿普刀刀缝也发了一个视频 批驳我的这个视频 那他既然指名道姓提到我了 来而不往非利益 我呢也回复一个吧 首先包括刀刀缝在内 几乎所有来怼我的美国演奏博士DMA们 他们都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 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呢 还是故意的呢 都在那里存心曲解我的话 我不管是在那视频封面 还是文案 还是在回复里面都反复强调 我说的博士文凭无用针对的 只是演奏家演奏家演奏家 就是搞演奏的 吃演奏饭的 重要的事情我说五遍 如果你要入教职 要评指称 要卖课 要招揽学生 你觉得博士的头衔 能在这些领域帮到你 very good go ahead 甚至你说你就是想要一个博士文凭 博士头衔来光中药组一下 我觉得都没有意见 我说的只是 如果你想在演奏圈里 就不要拿博士头衔出来唬人 懂 第二 很多人怼我的演奏博士DMA们 都觉得 我一句话就抹杀了他三到五年的努力 这个一分填膺啊 请问我哪句话抹杀了谁的努力 如果你的努力能被我这么三言两语 就这么轻易抹杀掉 那也太不值钱了 做艺术的人 自信一点 不要什么都往自己头上套 OK 而且我自始始终都没有说过DMA半点不识 我明确说了 它是音乐演奏领域最高的文凭 这难道还不够 我只是说 不应该把它强行等同于一般意义的博士文凭 我很感谢刀刀凤给我普及了DMA的来龙去脉 让我对美国的音乐文凭的设置啊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非常感谢 但你说的那些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 离演奏越远 好像一开始就是蹦着教职去的 更像是一个师范类的文凭 而且你也说了 博士的学习并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所以我说 博士文凭也不该是衡量演奏水平的唯一标准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演奏的好不好 一听就知道 要比头显 有的是比博士文凭更过硬的 那为什么有人就爱那博士文凭家人呢 除了在中国 好像在哪里都不流行这套吧 是不是就是算准了中国人就吃博士这一套呢 其实这样拉高了别人对你的期许 说不定反而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得不偿失嘛 我在这里呢 也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我对任何音乐演奏来的文凭都没有意见 我只是不赞同将演奏博士 强行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博士学位 而且在演奏领域 我们也不以是否得到博士文凭 来判断一个人水平的到底 够明确了吧 引用的时候呢 希望能引用全力 第三 音乐演奏领域到底应不应该设置 演奏博士这个文凭 我的看法呢 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用我们长久沿用下来的演奏类的专业文凭 足以说明问题 高头逢在视频里面罗列了DMA所需要学习的一系列课程 包括音乐史啊和乐理直识啊这些 试问哪个正经的音乐学院学生不学这些东西 哪个专业的演奏文凭不需要先通过这些考试 真以为演奏家只是会死恋情 一点乐理一点音乐史都不懂的是吗 至于有朋友在我的评论里面说 我混淆了音乐演奏家和独奏家 我想他可能要表达的意思是 对于那些就职于乐团的职业乐团演奏家 博士头衔或许对他没有用 美国的情况呢我不太清楚 但至少在欧洲没有任何乐团会说 非博士不招 别说欧洲中国职业乐团里面的博士也不多见好吧 我们这种是技术犯的 文凭不用多高 够用就行 至于包括刀刀宏在内的很多美国演奏博士说我 没见过几个演奏博士 是我见识短 人脉窄 好吧 只能说在欧洲古典音乐圈确实不流行拼博士 改天我找我巴黎高的柏林和塞斯 柏林一大的教授朋友一起拍个视频来问问 到底入职音乐学员对文凭有什么要求 那既然走演奏道路有AD演奏家文凭 走纯学术道路的呢 有PHD这个正儿八经的音乐学博士文凭 那么DMA演奏博士到底是个什么定位呢 看起来演奏嘛他也有要求 学术嘛他也要你搞 哪有人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啊 不能既要又要吧 不然多半样样通样样松 打定主意走演奏道路的呢 才不会为了这个文凭跟你耗着 想走学术的呢 直接PHD就不香嘛 那我可不可以认为 这个DMA是介于AD和PHD之间一个折中之刀 是美国专门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 当然也不排除想要证明自己 急于摆脱欧洲音乐的统治 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 借用一个朋友的评论 演奏博士DMA 就是这个体制内一种姿态身价的手段 咬完嚼子的话呢 其实硕士就可以代表 音乐演奏的最高要求了 而事实上 欧洲演奏领域最高文凭 确实只认证为硕士 但真正考演奏的根本不在乎这个 而音乐学的PHD呢 也完全可以代表音乐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们当然可以认可 有DMA演奏博士这个文凭 但知道他不能等同一般意义上的博士 这就行了 就像刀刀锋自己在视频中提到的 法律博士JD 医学博士MD一样 虽然名字里面都带了个博士 但实际上呢 他就是一种职业技术培训 过了本科就能上 虽然录取的门槛也不算低 但本质上呢 还是相当于硕士 再有你说 现在美国音乐学员入职 必须要有这个 音乐演奏博士DMA文凭 但据我所知啊 欧洲的教授 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哪怕他们为了赚刀了 真的去考了这个文凭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一件 既然人人都有 那他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教师资格证 那对演奏家来说 确实没什么用的嘛 好了 我想该说的问题呢 差不多都已经说完了 该怼的呢 也怼完了 最后呢 我也晚尊一下 其实也是我的心里话 我自己呢 是蛮喜欢刀刀红的视频的 那以这种形式跟他联动 我也是没有想到 他对各种不同形式的音乐的融会贯通 是我有所不及的 他那个顺畅的口部啊 更是我眼红不来的 但我相信其实 我们的想法应该是殊途同归的 都是为了让这个音乐市场更健康 我批判的是某些演奏技术勾腔 顶着一个博士头衔 到处招摇撞片的人 而刀刀缝呢 则是从现实的角度 提出了拿到DMA文凭 即便演奏技术不是登峰造极 至少也能有入职大学的可能 给大家多了一种选择 我认为这两点并不冲突 我在从事演奏的同时呢 也一直在跟随我的老师 亏陈大师一起做本真演艺方面的研究 我相信我在音乐专业文献上面的阅读量 不会低于任何一个正经的博士 而大家从刀刀缝的视频啊 和课程里面啊 也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水平 这个跟他有没有博士头衔 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抨击的恰恰是那些 言笔称博士 但音转向而喜 别人中肯评价他几句呢 就破防删凭拉黑 诶 话说有人不是对自己的博士文凭 自豪的不得了啊 都镶在他的ID里面了 咋就这么一声不可以删了呢 还是在哪里鬼扯什么 一撒一是小基金之王 这要是被帕格尼尼听到啊 非得气得用羊掌鞋把你 用大炮把你 不可 开玩笑啊 该说就那说完了 大家评论区随意发挥 谢谢